再來桃園一名男子在晚上變成了自走炮 走在路上發起了酒風鬧事 而且用路邊的屯災 對著旁邊的車輛猛砸 男子在街上胡言亂語 還不停用手敲打屯災路旁的計程車 接下來更誇張 隨便拿了路邊一個盆災 就往擋風玻璃砸 旁人看了都傻眼 趕緊報警叫員警來處理 不過他好像也沒在怕 你後退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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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人是剛好就是經過 然後就幫我們 就是拿我們的盆災砸車這樣子 拿你的盆災砸車 對 好像是男女朋友吵架有沒有 對 好像是這樣子 她酒醉對不對 對 是喔 所以不認識那個人 不認識 雖言罪語還攻擊警察 事後據瞭解這名男子住在附近 是當地人 他公稱在家喝了一瓶米酒後 疑似不生酒力 情緒失控 就在路邊胡亂砸車 喝了一瓶米酒 那砸車的原因 他是說精神恍惚 這個沒有特定的這個仇恨 跟這個糾紛都沒有 就只是個人的喝酒醉的部分 酒測值高達1.21 卻變成只喝了一瓶米酒 但醉到在街上 搗亂砸車 誰都難以置信 這樣的舉動 不只嚇到附近住戶 被砸車的車主 更何其無辜 記得放過心理相應桃園報導